我們怎麼看到我們這塊的土地 我們今天已經在這裡了 你就把它當作一個最重要的土地 怎麼看到你從以前這樣子推速過來 我感覺會有一個新的視角 可能會改變我們目前的狀態 有一句話叫做 啥 欸 因為是張曼玉寫的 所以那個字很大顆 叫見步走步 它是廣東話金步著步 見步走步 這個有意思 其實是這樣 各位是講的影響 創作其實是這樣 不是說是你一開始很固定是什麼 不是 所以它是慢慢發生的 因為剛才你講那四個字是張曼玉寫的 對 你為什麼會看到張曼玉寫的字啊 因為張曼玉以前那個海上花的時候 我是找他演第一段 第一段 結果他都要簽約了 他那時候是 陳隆那個金字叫什麼 去年陳志強 對 已經要去簽約了 後來張曼玉知道說要講上海話 桃子夭夭 然後梁超偉他學了上海話學了一半 他也說死了 他說誰啊誰啊 沒辦法 我說沒關係你就盡量 我到時候就開始想 我就想 開始變化 就是梁超偉是廣東去的買辦 所以他會講廣東話 上海話是後來學的 那這個張曼玉這個角色呢 就會變成是廣東 有一種廣東話的 因為這樣比較有個 這個表演上比較不會那麼難的 後來因為沒辦法拍成 可能是他那時候就 我用了一封信 他的字很大 因為他是在英文念的 但他國中有時候還要 劇本的故事最好 才翻成英文的 對 海上漫師應該發生在 上海的故事吧 就你在楊梅就拍掉了 他也沒人看得出來 然後那個獎章科的海上傳奇 還訪問過你談上海 很多人覺得很奇妙 就是你跟他好像沒有關聯 你在一個庫林 在一個屋子裡面 排出了這個上海 怎麼會有那樣子的想像呢 我們去了上海 那時候1996年吧 上海我最早去的時候 是1991還是1920 那時候什麼都沒有 騙你什麼都沒有 接著我去那黑的餐廳 就是公家經營的餐廳 然後如果坐牧場 在北市的Apple 一堆一堆 很慘 然後路邊有時候 看一個小攤子 你知道嗎 他就是把那個 木箱子 裝東西疊起來 還買香蕉 賣香蕉 賣香蕉 他開始作為 就像廣州比較早 他比較晚一樣 所以我去的時候 96年去的時候 去看他們開始在拆 那個石庫門 石庫門就是 那個海山花的背景 其實上海是從 蘇州那邊 杭州那邊移民過來的 後來英文就蓋了非常多的這種 石庫門 石庫門其實有點像我們以前最早的那種 就是唐朝啊或什麼的這種 李弄 這種 因為一筆一筆都是封閉的這種 但是都在拆啊 然後有些住戶一堆啊 根本不可能 所以我們在那邊只有 最後買了非常多古董 運了兩個貨櫃回來 然後我就決定外景內搭的拍 我再有找到一個建築商一個外景 我說其實蠻對不起那個建築商 那個建築商他有塊地 然後他就幫我搭了 搭完我只拍內景 我感覺有時候 為什麼 因為我不喜歡在敞篷 敞篷那個光很難 你最愛在外空地 就像中影這樣有空地不錯 我可能下午天我會在那邊搭景 就是外景搭 不是拍外面是拍裡面的 所以外面不管意思是這樣 但是它的光線的變化很舒服 而且現在器材又好 我是這樣的概念 所以就拍了一個在完全內景拍掉 很高興 好